小美人鱼捡到一把银叉却不知道怎么用 她去请教大海鸥 大海鸥最懂人类了 小美人鱼心以为真 那个世界好奇妙 她太想成为人类了 于是她和女巫大臣交易 用声音换了一双腿 却不曾想竟为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埃丽尔是人鱼国的公主 长得漂亮生意甜美 但却最让国王头疼 或许是到了青春期 埃丽尔变得好叛逆 一天到晚不见人影 国王没有办法 只好拍出螃蟹大臣 作为她的眼线 好好盯着埃丽尔 螃蟹可禁止手 寸步不离地跟着 却意外发现 埃丽尔有一个秘密基地 秘密基地里面 全是她的独家收藏 人类世界的油画 书籍 项链 开平气 她对陆地上的一切 都好感兴趣 收集沉船里的宝贝 已经满足不了她了 这天晚上 埃丽尔甚至浮上水面 想要近距离看看 人类到底是怎么生活的 一艘大船 恰好经过 热闹的音乐 美丽的烟花 都令她目眩神迷 她鬼使神差地 靠近大船 见到了一个英俊的男人 他是一个王子 看看她的眼睛 看看她的笑容 埃丽尔瞬间陷入了爱情 然而 天空不作美 一阵雷声过后 暴风雨来了 大船摇摇晃晃 撞上了礁石 船员们爬上救生艇 仓皇逃命 可就在这时 王子却发现 他的小狗还在船上 他急忙跳下水 匆匆赶了回去 可把小狗丢下船后 他却被甲板卡住了 来不及挣脱 大船就爆炸了 王子落入水中 埃丽尔赶紧游过去 一把搂起来 将它送上了岸 王子迷迷糊糊的醒来 没有看清他的脸 只来得及听见一句歌声 那声音实在太美 王子牢牢记在了心里 即便是回到王宫 已就挂念着这个声音 他查不思 反不想 一心想找到这个女孩 而另一边 回到海底的埃丽尔 一样混不守舍 他整天傻笑 显得没事就去拔海藻 不管螃蟹怎么劝 埃丽尔都听不进去 他奇怪的样子 终于引起了国王的注意 在国王的逼问下 螃蟹只好河盘托出 完蛋了呀 埃丽尔爱上人类了 国王听了 简直要气死 他跟着螃蟹 来到埃丽尔的收藏室 把东西 狂狂砸了个干净 埃丽尔好难过 正趴在石头上哭呢 两只电漫找上了门 他们是女巫的手下 特意来邀请埃丽尔 去女巫家做客 换作平时 埃丽尔一定不会去 但现在他觉得 只有女巫能帮他 便顾及永继 来到了女巫的家 女巫确实有能耐 她能把埃丽尔 变成人类 不过天下的生意 都是有来有往 她告诉埃丽尔 我要只给你三天时间 让你拥有双腿 三天之内 如果能得到王子的吻 你就能永远变成人 但如果没能得到 就要成为我的宠物 至于这笔交易的报酬 爱丽尔纠结万分 但抵不住对王子的爱慕 还是同意了 女巫马上施展魔力 夺走了她的声音 存在一个海螺里 随后信守承诺 为她变出了双腿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 埃丽尔终于来到了海面上 幸运的是 王子就在海岸上 他留恋那个声音 天天过来寻找 看到埃丽尔的第一眼 就觉得一见如故 将她带回了城堡 埃丽尔梦想成真 她和王子共进晚餐 一起驾车出游 简直不要太快乐 王子也很喜欢埃丽尔 但她心中挂念着 那个救她的女孩 始终不肯更进一步 而埃丽尔失去了声音 没法说出真相 只能干着急 好不容易一起划刺船 在螃蟹的帮助下 气氛已经烘托到位 眼看着就要接吻 女巫却派来两只电门 生生给搅黄了 没错 成人之美 她才没有这么好心 她想要的是更宝贵的东西 三天时间很快就要到了 埃丽尔越来越着急 而就在这时 更坏的消息传来 王子竟然要结婚了 埃丽尔备受打击 不想面对现实 大海鸥却找上了门 她焦急地告诉埃丽尔 王子被蛊惑了 那个准新娘是女巫假扮的 原来女巫眼看着两人感情升温 也有点坐不住了 要是真让她俩吻上了 这买买不就赔了吗 于是她带上声音海螺 变成了一个大美女 特意唱着歌 从王子面前经过 人鱼的歌声 又鼓过人心的力量 王子以为真爱出现 这才急哄哄地仇拜婚礼 不行 不能让女巫得逞 埃丽尔马上跳进海里 向婚礼传邮具 大海鸥也召集伙伴们 要尽一切力量 拖延一势地进行 他们冲上了船 先给女巫一个暴击 再把她丢进蛋糕里 喷她一连水 再好心给她吹干 趁着这个功夫 埃丽尔终于爬到了船上 大海鸥扯断了海螺的袋子 埃丽尔的声音洒了出来 回到了主人身体里 她终于又能说话了 王子也恢复了神志 她拉住埃丽尔的手 知道这才是自己的真爱 可就在两人即将接吻时 太阳落山了 三天时间到 女巫的诅咒开始生效 埃丽尔变回了人鱼 成为了女巫的宠物 被拖回了海里 国王接到消息 赶来解救女儿 但契约是埃丽尔自愿签约的 没有办法破坏 现在唯一的办法 就是和女巫交易 再签订另一份协约 为了救埃丽尔 国王同意了 他交出王位 变成了女巫的宠物 女巫还想攻击埃丽尔 一只鱼叉却突然飞了过来 原来是王子救人心戒 竟然追到了海里头 这下女巫生计了 她开始变大变大 变得比山还要高 最后挥一挥手 就制造出了一个大漩涡 连海底的沉船都被卷了起来 埃丽尔被卷进漩涡 怎么也逃不出来 王子赶紧翻身上船 迎着翻滚的海浪 迅速向女巫冲去 维杆刺中了女巫 她沉入了海底 魔力也跟着消失了 海面平静下来 国王也变回了人鱼 经过这一番折腾 埃丽尔和王子的感情 她也都看在了眼里 虽然不舍 但她还是希望 女儿能够找到幸福 她轻轻一挥鱼叉 一道金光闪过 埃丽尔再次拥有了双腿 就像每一个童话故事的结尾那样 她的婚礼如期举行 从此和王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部电影上映于1989年 上映后反响热烈 甚至凭借超高的票房 成功拉回了 处在悬崖边缘的迪士尼 影响了一代各舞动画片 是至今日再成文 或许我们会觉得 埃丽尔为了爱情 抛弃声音 放弃家人 是个十足的恋爱呢 但和一代迪士尼那些 熬着辛苦的日子 赶等着王子降临的公主相比 愿意主动出击 大胆追求爱情的埃丽尔 又是那么先锋 那么勇敢 怀揣着大胆的梦想 争取自己想要的爱情 愿我们都能像小美人鱼一样 活出自由的自己 好了 这次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